在國外他根本就不瞭解 林玉平的可能生長果材的環境 知名作家他應該查證在講 帶頭作人 奧委會就是有證明他有資格 可以搭進這個全職賽做的就是 那什麼就是好質疑的 我覺得這些就是鬧劇 那個作家可能也要在他的 言詞上面就是要多注意一些 其實我覺得現在大家已經是 蠻開放的 蠻能接受說 現在有很多的性別是存在的 他其實也是犧牲很多 台灣人是很團結的啦 大家是一致是挺他的這樣子 他需要去太在乎其他人的眼光 看收看這集的486就推不掉 台灣全職國手林玉婷 急迫性別爭議 在霸地奧運奪得金牌 你怎麼看呢 我們看他怎麼說 他不是本來就是女生嗎 現在有太多東西 可以讓人覺得很中性 我不一定要選擇要很女性或很男性 其實很多現在非常多中性的人 奧委會就是有證明 他有資格可以搭進這個圈級賽 所以我覺得就是 沒什麼就是好質疑的 就像李玉婷一樣 他一直堅持在做自己對的事情 這可以容易說他就是有性別的疑慮 所以我覺得就是只要就是 擷取自己覺得對的訊息就好了 就是不用理會這麼多批評的聲音 對選手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曝光機會 台灣對於性別這件事情都蠻友善的 檢定出來他就是客觀的 你看他外表就是你看到的 他不是客觀事實 還是要看出來的檢測結果 在國外他根本就不了解 李玉婷的可能生長裹穿的環境 知名作家他應該查證在講 戴口服的環境 你自己收到的長輩或是說 朋友會有那種用外表去算定性的 或是說有這種客觀的 做的隨便啊 做沒做像女孩子做成這樣這樣 我舒服啊 為什麼要管我這樣 他就覺得女生就是要斷妝 那我第一層這樣就不會被講話 他也不知道他的生長過程是什麼 大家就是也是吃瓜 然後就一起罵他 我覺得這些就是鬧劇 李玉婷就是女生嘛 你會碰到的一些經驗是說 有些人會拿他的外表 去斷定他男生或女生 或是覺得男生就該怎麼樣 在社會上還是多多少少 難免 我覺得奧運他的比賽 他就是用身體性別去做分別 所以他如果今天是以女性參賽 那他就是以女性參賽 台灣會比較用 就是覺得說男生或女生 既定的樣子去框框性別 還是說比較 現在已經能夠嚴重 我覺得狀況還是有 但是已經有相對沒有那麼嚴重 如果以我自己的家庭來講 還是會希望 女生就會流長吧 就是這樣 其實主辦方他們就是說 林玉婷她這個性別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也不應該去質疑說 她的性別 那個作家可能也要在 她的言詞上面就是要多注意一些 其實我覺得現在大家已經是蠻開放的 蠻能接受說 現在有很多的性別是存在的 社會上每個人看待的角度不一樣 他們就會覺得某些人就一定要 特別長得特別的怎麼樣 或是要有特別怎麼樣的感覺 可是其實這個社會 它其實並沒有那麼的局限 就有點類似 人家就是很只有黑跟白這種 但其實這個社會 它應該是一個連續性 很像光復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其實應該是從最白到最黑 中間每一階的顏色應該都會有的 如果你說性別上面 大家的爭議或是議題上面 說要推行或是要改變的話 其實它是需要一個很漫長的時間 這種風氣會越來越改善 台灣很多的一些刻板印象的風氣 其實已經比很多國家開放很多了 這真的很莫名其妙 因為就是這麼大一個國際賽事 不可能不同性別然後他去比賽 那就是非常針對性 就我覺得這應該不單純 就是一個性別實施的問題 甚至我覺得他可能就是 他自己是一個歐洲人 然後他覺得亞洲人 他就是 對 對 他可能也有這種想法 要不然 不然他幹嘛發出這種言論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 我覺得台灣已經走得很前面了 那好像是要打擊這個人的那個自信 晚輩的 如果是他打扮比較偏東西 或是你會點點活都會跟他們 不會 因為管不到 做自己 我們就是支持他 他其實從小就是個女生 只是他為了運動這個部分 所以他其實也是犧牲很多 台灣人是很團結的 大家一致是挺他的這樣子 然後他這次奪了金牌 是一份很大的殊榮 連我們都覺得替他高興 時代不一樣的環境也變了 所以現在的男生 有的男生也是很陰柔 那有的女生也是很豪邁 不需要去太在乎其他人的眼光 我覺得他就是很自然 做他自己 是他們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他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都是很尊重 因為他的外表你看 我覺得也沒有說特別像男生女生 林育田看起來很清秀 我覺得很棒 為國爭光 只是我不曉得該不該講 我覺得不應該有政治的色彩 可是我覺得說上一屆 他允許那個同性的婚姻 我覺得我不是很贊同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敢大膽的承認 不容許同性婚姻 了解 有點替他心疼吧 對我們來說就沒有什麼 可是也許別的國家 還沒有這麼開放 所以可能就會有點歧視 會不會有碰到這種狀況 就是用盡力的影響 譬如說他覺得男生就該怎麼樣 一定啊 我們家就是 是怎麼樣溝通 就是盡量避免 提到這類的話題 但是我會覺得說 做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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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